大家好,欢迎收看科幻movie 今天小编要为大家带来一部 2019年上映的澳大利亚惊悚恐怖电影《无奈母亲》 好了话不多说了,咱们快来一起看电影吧 电影的开头,人类因为资源短缺而开始互相残杀 地球变成了一片废墟 科学家老白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结果 于是提前建造了大量存有人体备胎的安全堡垒 还培育出了比人类更高级的机器人母亲 在人类灭绝的一万多天后 机器人取出了一个女性胚胎 他们把胚胎培养成为一个小女孩琳达 因为外面的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 所以琳达一直都生活在安全堡垒里面 机器人母亲会叫她亲戚书画 每过几个星期还会对她的性格进行测试 时间一晃,琳达长大了 她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有一天安全堡垒的电突然被阻断了 在检查电路的过程中,她撞到了一只小老鼠 这是她第一次接触到有生命的动物 琳达想要把她当作宠物 但是机器人母亲以她身上可能有大量的细菌为理由 把她给火化掉了 有一天晚上,机器人母亲在充电的时候 琳达打开了通往外面的大门 刚打开大门,就看见一个以衫蓝绿的女人跑了进来 女人告诉琳达,她很讨厌机器人 因为机器人在外面到处烧杀抢掠 女人受到了枪伤 琳达在机器人母亲的帮助下帮她取出了子弹 从那以后,女人对琳达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 有一天,女人告诉琳达说 在一个废弃的矿井里面,还要幸存的人类 女主听完后很开心 说想要把那些人接过来 但是女人明显不太乐意 她开始劝说琳达和她一起离开 机器人母亲把琳达叫到一边 跟她说那个女人受的枪伤的子弹 跟她手上的那把一样 说明她的枪伤是人类所为 女主闷逼了,人类怎么会伤害人类呢 紧接着,她又被带去了做性格测试 因为分数太高,所以让她挑选一个胚胎 琳达选择了一个男孩 趁着胚胎发育的时间,她找到了女人 问她为什么要用枪打伤自己 女人反问她,你自己亲手做过子弹对比吗 琳达越想越不对劲 晚上跑到实验室做了对比 发现机器人母亲骗了她 她来到机器人母亲经常烧东西的炉子 在炉子里面找到了人类的骨头 她找到了女人,想要一起离开 结果两人被机器人母亲给发现了 出了堡垒后,琳达才发现自己被女人骗了 所谓的矿井,人类压根就不存在 琳达想要回到堡垒把自己的弟弟救出来 女人说你这样做非常危险 女主吃惊了,没想到她是这么自私的人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 她还是决定回堡垒把弟弟救出来 回到堡垒后,机器人母亲跟她说 自己接受她的指令就是培育出一个完美的人类 女人其实是她的第一个试验品 只不过最后跑了出去 三个试验品中,琳达是唯一一个达到了指标的 所以她先要大规模培育出像琳达这样的胚胎 最后机器人母亲把女人给杀死了 绕绕琳达在安全堡里面 培养新的完美的人类 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哦